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宇 今天是2023年4月15日 星期六 來到今天的第三節 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討論有關蔡天鳳瑞士案 這件事震驚全港甚至全球 但相關案件到5月才會開庭 才會有進展 但今天下午突然有個新變化 說當中有個被捕的女子近乎發聲明 公開批評這件事 她自己是其中一個被捕的人 是誰說了甚麼和各位了解一下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消息 另外亦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情況 據報在觀塘有一宗車禍 有個老翁在捱巴士撞捲車底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另一邊也說說公下那宗貓仔的被盜案 據報那個偷貓賊的身份曝光 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有關蔡天鵬瑞絲案 被捕姓潘的女子保釋當中 袍頭直認並非好人 再炮軍網民 疑似自揭案情 還教唆起底地說 報導解內文看到 28歲名門蔡天鵬 在今年2月遭到前夫一家殺害 事件曝光過後 一共有7名涉案人士被捕 當中一名29歲姓潘的女子被指是蔡天鵬前夫的朋友 被控協助最反罪的她在上個月月初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 獲批准被告以現金5萬元保釋 需要交出旅遊證件和不准離開香港 案件就會押後到5月8日下午再送 相隔過幾月一直保持沉默姓潘的女子在今天4月15日突然間蒲頭 首度開刊回應捲入瑞絲案一事 自然受盡千夫所指的她更加和網民隔空開火 姓潘女子早前被捕時遭到指是蔡天鵬前夫的朋友 姓潘的女子在今早4月15日在IG story撰寫長文 開刊、澄清和蔡天鵬和前夫一家並不認識 她就說 這個是給所有誣衊我的人 亦都是和我寫故事的人 謝謝你們 現在看新聞原來是娛樂新聞 我以後都不會相信 亦都不會看 至於法律責任 請你們說話之前亦都要想清楚 本人姓潘那個女子是完全不認識性曠的這一家 男方和女方亦都不認識 可能這樣說也犯法 但你們不應該是這樣 令我們委屈的人不能夠說話 你知道我們的感覺嗎 姓潘的女子透露已經向警方說明一切 不過外界仍然視她是嫌疑犯之一 令到她深感委屈 並希望有關方面能夠公開還她清白 就說至於很希望她們會幫本人澄清 我配合了所有人民的責任 所有的電話內容 事實亦都交代清楚 因為我相信你會還我清白 換來的就是這樣 就算案件未結束都不應該是這樣 我也是人 我都有感覺 被全世界誤會 覺得你們會還清白 到頭來我只不過是一個小小市民 為何要幫我解釋呢 嚴重受到心理、心理影響 全世界都問候我 我都很合作 但我變了不知道第幾個嫌疑犯 好亂 感覺原來我就好像一隻棋一樣 他們就可以亂說話了 不用你們幫我澄清 至少你們都應該說清楚現在的狀況 不應該把無辜的人牽入去的 希望一哥出來說話 自從捲入瑞絲案過後 聖潘女子不但心理和心理都受到嚴重影響 他說身邊的親朋好友都受到牽連 亦為此向大家道歉 就說我以後的人生如何過 我都有家人、朋友、小朋友 人的一生不應該由你們這樣容易摧毀 我就算是一個小生命都抵抗不了所有 最後要跟所有人說聲對不住 真的忍不住發聲明 因為人是平等的 不可以這樣傷害我 我對這件事不但沒有幫助 亦都被全世界的人來責罵 希望香港可以還我清白 要我繼續等待忍耐 那我為何要被人罵 網上的留言 飛羽誰定得住 你可以嗎 這樣說 不過不少網友看完聖潘女子的聲明過後 紛紛都湧入她的IG 是再作出惡意批評 似乎大部分的人都不相信她的言論 聖潘女子隨即連環出鐵文反擊 除了請求網民幫忙查出所有的假帳戶 即那些假帳戶的身份之外 亦都貼出一些負評截圖並串爆話 我人生最討厭的就是阻止我吃東西和屈我 亦都說說話是不需要負責任的 多謝你和我談心事 大家沒事做看戲也好 都是想這樣 更加在回覆網民留言的時間 自認並非好人 有網民質疑這宗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又未上庭 聖潘女子就公開自揭不少內情 此舉有否違法 加上她請網民為她 查出所有假帳戶的身份 亦都被網民質疑是教唆起底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亂到七國亂 被捕的聖潘女子 沒有記錯之前幫聖礦的人 預約一架遊艇 但今天她突然發一篇長文聲明 說到她根本是不認識聖礦的這家人 但其實相關的案件在五月便會開審 現在其實是司法程序 這樣寫會否有後果 真是不得而知 看來大家就湧入她的IG 繼續惡意批評 怎樣說也好 發生了這件事 大家知道 蔡天鳳瑞斯案 各界都希望能夠還原真相 至少還蔡天鳳的一個公道 但至於中間有什麼內情 看來也要到五月的時間 開審才能夠有進一步的資料 保持關注也是重要的 但今天突然之間就有這宗新聞消息 盡快和各位網友講講 看看大家的看法 另外轉聽一下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觀塘腦翁捱巴士狀卷入車底 昏迷宋苑搶救 報導的內容提到 觀塘發生交通意外 在今天4月15日下午3時半 警方接報密華街1號對開 一輛巴士撞到一位伯伯 並將他捲入車底 多名圖任目擊事件報警 消防及救護員接報到場 將伯伯救出來 他昏迷被送往聯合醫院搶救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原因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希望這位伯伯大步纏過 據報他是被巴士捲入車底 意外原因仍然有待調查 另外也講講這宗新聞的進展 根據HK01的報導 葵聰宮下的派對房間 有7隻震店的貓貓被人偷走 偷貓賊疑似是店主的前女友 報導的內容提到 今天4月15日凌晨 葵聰大連排到21至33日 雲達工業中心一個派對房間被爆涉 7隻可愛的貓咪被人偷走 消息指涉案的女子 竟然是男負責人的前度女朋友 凌晨時分派對房間聖閑 31歲男負責人報警 指店內7隻貓總值約摩7萬元 和兩個價值約摩300元的寵物袋不易而非 消息指聖閑的男子凌晨1時50分檢查單位過後離開 到凌晨4時10分她返回單位 發現大門虛染 店內的7隻貓全部被人偷走 於是報警求助 翻查天眼過後發現她的前女友 在凌晨3時30分曾進入單位帶走貓隻 案件列作盜竊處理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近日有件事派對房間被人爆竊 不過不見了7隻貓 估計另有內情 最新發展是店主的前女朋友 進去偷走7隻貓兼2個寵物袋 案件仍在調查和跟進中 估計很快會有下文 另外亦講講另一則的報導 根據HK01的報導 葵聰公下停車場男工人暈倒了 送院搶救不治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天4月15號上午11點多 葵聰永業街1號中信針職中心停車場裡 一名男工人突然暈倒了 有人健壯立即報警求助 救護員到場把男子送院搶救 可惜最終不治 警方正在調查男子身份和死因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怨死者安息 相關昏迷再暈倒不治的原因 仍然有待調查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